大家好,我是阿迪,我今次在《心经》里面是做演员的 大家好,我是Rebecca,我今次在《心经》即是班下里面都是做演员的 Rebecca,不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吧 好啊 《心经》对于你来说,你最早的记忆是什么时候呢? 我最早的记忆是看电视剧,做《西游记》的时候 两句寫出的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咦?真是对的,不过我最早的记忆其实都是这两句 但是那时候因为很小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这两句是出自《心经》的 我也不知道的,我觉得那个《色》是《色》是头上一把刀的《色》 我觉得是跟男女的情爱有关,陷入一个情爱,得到的就是《空》 我甚至不只是情爱,可能我们男生会联想多一些 《色》就真的有点觉得是否跟《色情》有关 总之那样东西都是到头来一头,都是《空》的 我想其实完全不知道《心经》是什么一回事》 但是这八个字实在太过深入闻心了 还有那些大人很喜欢,不知怎样就将它召唤着利用 是的 那就是《色》即是《色》即是《空》,《空》即是《星》 但是我记得我之后开始知道《心经》是什么的时候呢? 那又有另外一个误解 是什么呢? 所以我就以为《心经》是真的讲《心》的 即是讲你的心情,你的心情不好的时候 它可以帮你的心情就舒缓下来的 那其实是第二阶段的一个就是 原来原来不是这样的 那再到了第三个阶段 你现在会怎样看《心经》? 《心经》对于你来说,又是什么呢? 我就觉得很惭愧的 因为我之后再接触《心经》就是 那些朋友给那些平安抚的那些 那上面就有一个观音菩萨 后面就是一篇《心经》 那我就会是每逢想祈求一些东西 譬如是家人身体健康 那些老人家是一些病毒 我不可以认识,不要令他们那么痛苦 那这个时候我才会拿起来看 那我第一次抄经也是因为这样 就是希望家人平安才抄经 那为什么惭愧呢? 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你个人开心的时候 也不会想起来 是的 一有所求 就是希望得到庇佑的时候 才会想起它 对 给你 其实我近年也是有开始抄经的 但是抄经对于我来说 其实有少少是像打坐 不过就是打坐就是一个 就是说打坐中常 就是透过指或者观 然后去进入一个状态 但是抄心经有些不同的就是 因为可能我们会牵涉到有动作 有无论有瘦的动作 但是无论打坐也好 或者是心经也好 其实都是一个过程 让我知道自己的状态在哪里 所以有时候我抄完一篇经出来之后 我就自己会看一次 看一看那个字经 和我平时之前抄的会有什么不同 那里面我觉得也可以反映了很多东西 是的 我会的 我看到 而且我会知道自己写不够几句 就想了其他东西 就是想了其他东西 甚至我觉得有时候 你写一下 你开始留意自己的字 写得漂亮不漂亮 都是拉走了 是的 那我发现 原来很难的 就是你什么都不想 只是写呢 是很难的 你间中两句之后 你就没有了 好看到人的状态 因为那样东西 其实我觉得是很当下的 就是说你 你直到那个字完成之后 你才知道那个字出来是怎样的 虽然那个字你一定会懂的 但是在一个过程里面 是一个很当下 你是一个尽量是让自己 在一个没什么责念的情况下 很专注的情况下 然后让那个字呈现出来 我觉得这个过程对于来说 跟打坐是有点相似的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反夫俗子 上面说的东西 我觉得 我就正正是一个 在这个花花世界那里 会享受一些好美的东西 听一些好听的歌 然后买一些很漂亮的衣服 然后有那种那样的烦衣 就是一个烦人来的 所以我每次抄都是觉得 哎呀 一个这样的烦人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想在自己遇到困惑 或者不想自己迷失的时候 其实是都需要用少少功夫 但是你是不会迷失那些人 迷失 迷失 就是让自己在过程里面 可以跳出来 心经是帮到的 心经是帮到的 心经是其中一样东西 对于我来说 就是抄经 抄经是一种 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工具 令我可以 当我在某一个状态里面 我可能出来的时候 我可能出来的时候 可以尝试 让自己透过过程 然后找回那个眼睛 看回自己 然后跟着 出回来 我有一句 我觉得很有用的 我会放在袋里面 那句是 远离颠到梦想 我觉得很多时候 有些烦恼的发生 是因为追求一些 你控制不到的东西 但是你很想去追求 很想去得到 如果这个时候 我把袋子抄回 我只想这句 远离颠到梦想 我会重新再想一想 这件事 是不是我这么想追求的 这件事 是什么来的呢 为什么会这么想追求呢 是否自己终了头进去 是很迷失 都不知道呢 我就喜欢这个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 我有 我有几句 又是那几句 就是特别有感觉的 这几句来说 对我来说 其实他在这里 对我来说 他好像在说一种状态 或者是一种情境 就是 不生不烈 不救不整 不憎不准 因为我觉得这三件事 我的阅读 其实就是 他好像在推荐有一种 很透明的状态 就是说 因为整个心经 对我来说 都讲了很多没有 那样东西 什么才叫做没有呢 就是没有了就是没有呢 但是对我来说 这三句说话 就好像刚刚给我感觉到 有一个 就是说 那个可能是一种状态 一种绝在的状态 就是那种状态 所有东西都是透明的 是很平衡的 是 但是你是在的 嗯 那样东西 我觉得甚至可能 就是 会是我追求 希望可能 达到的一种境界 嗯 我还记得 我们 我是不是第一次 上Whatshub 还是第二次呢 Therisa 问我们 即是 她问 空是什么 是 我当时是很想回答 但是我呆了 是 我想十秒钟 是静止了 说不出任何一句话 去描述 究竟什么是空 接着 Therisa就说 空 其实是解释不到 就是说不到 她说说不到 是很难去用 语言 这样去说 是 明白 是 就是你刚才说的 是 是 就是因为好像 嗯 刚才你就 我觉得有趣的 有趣就是说 我们都记得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但是当我们 知道了心经是一回 什么事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不同 在里面找到一些 和自己有关系的东西 而那样东西 其实也都是反映着 很多我们自己 有时可能追求些什么 或者有时对自己 如何和自己相处 或者希望如何和世界相处 嗯嗯 我想 是这些发现 嗯 就是如果 我希望 当然或者希望 这个作品可以做到 就是说 进来的观众 她都可以透过这个作品 去发现到她自己多些 嗯 那我们就 希望在剧场 见到大家了